嘿嘿,好玩好玩 小小泰,快跟我来拖地 我才刚洗完袜子,可以先让我开会动画片吗 不行哦,你可是答应了爸爸我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的哦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 这是哥哥最喜欢的小汽车 是的,这是哥哥从小到大最喜欢的玩具 可是有一天借给你玩的时候,你不小心摔跤了 哥哥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哥哥说 妹妹你没事吧 我没事,可是我把你最喜欢的车车摔坏了 没关系,车车坏了可以再买,你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小小泰,快出来玩呀 天这么黑,看起来快打雷下雨了,我不想出来了 你不出来,我就不做你的好朋友了哦 哼,不做就不做,你老是逼我做不想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开心 小小泰,你快回来,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逼你做不喜欢的事情了 小小泰,你看,我有又甜又美味的碎碎冰哦 来,别哭了,这一半给你吃 真,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好朋友之间就是要分享呀,快拿着吧 小小泰,你真是太好了 把背挺直 他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没怎么长高啊 怎么会这样呢 他平时户外运动多嘛 很少,每次我喊他出去玩的时候,外面天气那么好,多出去走走 不要,我只想在家里看动画片 整天待在家里,晒不到太阳当然长不高了 再加上一天到晚看手机看iPad,都养成驼背习惯了,看起来就更矮了 让你乱发脾气,还黑这个脸给人看脸色 这下好了,他不想理你了 小小泰,你快回来 我好后悔,我知道错了